大家好,今天为大家介绍 芝士焗烤马铃薯花椰菜料理 所需要的材料已经放在下方 大家可以参考以下的材料 那我们开始吧 洋葱切片,备用 蒜头切片,备用 红喜菇,洗净,备用 马铃薯切片,备用 西兰花,切块,备用 培根两片,切片备用 煮开凉锅水 放马铃薯下去煮至熟 放花椰菜下去煮30秒 花椰菜捞出来备用 马铃薯切片 马铃薯以煮熟,倒掉水 备用 中 锅中 锅中倒入少许油 爆香,洋葱,蒜头 放入少许油 黄色,倒培根下去继续炒 再倒红喜菇下去继续炒 炒至金黄色 再放酱料三勺 炒均匀 再倒牛奶100cc 继续炒,搅拌均匀 再放少许的胡椒粉 锅中倒入已熟的西兰花 翻炒,炒至均匀 再倒入已熟的马铃薯 翻炒,炒至均匀 把所有的材料倒在盘中 在上面撒上一包的芝士 现在我们就可以放入烤箱去烤了 烤箱需要提前预热 大约烤15分钟 烤到表面金黄就可以拿出来了 哇,美味又好吃的芝士橘马铃薯西兰花 做完啦 烤箱没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